这位都是女人而已 小块就是 管控人员进出 收发邮件的大楼诸位保全 因为是属于牢基法第84条之一 规定的间歇性工作 一天上班12小时 一个月只休4天 每个月工时上限312小时 台北市政府率先 演你下修工时的260小时 从事保全工作五年的韩先生认为 下修工时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薪水 估计每个月将减少6千到8千元不等 改为260小时的话 我一个月也只领2万6千块 那我有两个小孩 一个家庭要养 如果缩短的话 我就势必我就利用晚上时间来上班 那就说今天下了班 我改了别的地方去上班 不只牢房反对 自方也担心原本人力吃紧的保全业 也将因为下修工时 将势必增加人事支出 和人力掉入的困难 我们公司是3000人左右 如果说按这样来增加的话 每个月大概要多支出 大概上百万左右的月薪资费用 台北市太头严理修改 劳基法第84条之一 像保全业 航空业和房仇业等责任制 监督管理或间线性性质 等38种行业的工时上线 对此房仇业表示尊重 但还是希望工时别下修太多 业务员他的工时比较短的话 他可能业绩比较没有办法创造 那像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的业务员 他甚至有时候假日的时候 他们都是争取希望能够上班 台北市传出保全从业人员 超时工作过劳死 由于将过劳死的高危险群 劳工工时下修 每个月不能超过260小时 利益良善 但一口气调降52个小时 不止业者反对 劳工也担心将变相减薪 好 欢迎回来NGO观点 刚刚谈到这个责任制 我相信有很多人心有气气言 因为可能责任制就是无限制 而且为资方开了一个大门 可能也会过劳 所以我先问一下 你对这个责任制 你觉得是定了清楚还是不清楚 我想老老会必须要跟 所有的人讲清楚 没有所谓的责任制 在雇佣关系之下 只有责任制的工时 没有所谓的责任制 就是只有工时 部分劳我会所指定的工作人员 他的工时排除劳机法的相关适用 但是也不是说无法无天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子穷操到底 我这衣服穷操到底 不是这样子 你必须跟劳工来签订 所谓的责任制工时的约定的时间 而且必须这种地方主管机关合备 我必须要问官方说 现在有哪 多少家企业是有合备的 没有合备 责任制的这样的一个工时来试用 那我举一个例子 医院的麻醉室 产房或者是说相关的这样的手术室都是 然后会84条之一责任制的这样的指定 哪一家医院有送合的 所以前阵子 他有个民间团体 医改会 公布说 这个血汗医院的这样的情形 医护人员是救人的工作 医护人员是不能够有丝毫的差错的 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有个护士告诉我说 有个护士告诉我说 他每夜工时都是在280到300多小时以上 那请问一下 他们出了差错是谁要负责 到目前为止 是他们自己要负责 所以我觉得官方不能放纵这样的事情 而且必须要去跟大家讲说 责任制 在雇佣关系上 没有所谓的责任制 只有责任制工时 OK 好 因为线上已经等很久 我们先来接这个线上的一个call in 来台南的陈先生请说 你好主持人你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喂 是请说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想刚才你们谈论到那个有关于 有关于那个加班的问题 我想刚才那个孙先生所讲的 你的电视声音关小一点 加班里面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都是用那个正常班 说八小时里面 加班一张卡 上班一张卡 那你怎么去抓 那我们今天县市政府 来检查的时候 都是正常班 正常八小时 那晚上加班 有的人是加一百多小时 甚至两百个小时 那这样子 我想我们的县市政府的劳工处的那个官员怎么去检查 那你想想看 今天的处罚只是几千块 几万块 那今天要修罚 要把它修为两万块到三十万块 刚才所说的 这罚这种款 罚这种款不痛不痒 那我 那我违法以后 像刚才所说的 你必须在修罚里面 我想请问那个处长 劳动处处长 然后为了劳动处长 我希望说 县市政府包括我们的 那个主委 说要加薪 那你以后 你今天的基本工资这么低 你今天政府有了加薪 那他为什么事业值还不加薪呢 OK 有用吗 最低工资 最低工时 最低工资都没有办法保障了 我想这些小企业 中小型的企业这么多 那你怎么去抓 台湾里面 整个县市里面 几万家的小型企业 谢谢 好 谢谢你的call in 因为他刚刚说怎么抓 我们现在还有在 新店的简先生请说 你讲那么多都没有讲到重点 事实上很多企业 加班是不给钱的 是无薪加班 政府知道吗 政府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有些企业 他是给你定小时的 他给你加班 比如说给你10小时或6小时 其他都不给你 他也不提供晚餐 他也告诉你说这是责任 什么是责任制 责任制只是在 我上班这段时间才是我的责任 超过的是不是我的责任 政府有没有再重视这样的问题 根本没有 而且 罚根本对他都没有用 他叫你加班 你罚金小于他的利益 他当然因为你让你罚 你罚他两三万块 他叫你加一个班 一群人几百个人在加班 可能一个晚上创造了几百万的业绩 那你罚他根本就没有用 所以我刚才赞成那个穿黑衣服 你就让他停业 你就让他热令停业 然后停业的时候员工一样要付他停水 不能叫他请年假或是无薪休假都不行 你就是要这样子罚他他才有用 好谢谢你的意见 好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 这个要让他停业 我们再来接台中的林先生 来林先生请说 喂 嗯 听说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 你们现在在讲这个加班无奈这个问题 我女儿在那个做蛋糕的 他们公司都加班不给钱 所以等到以后你不要做 才要排假给他修 有这种道理吗 当然没有 好谢谢你的意见 我们再来接台南的苏先生 请说 来苏先生 喂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那个现场来宾然后主持人大家好 嗯 我有点小小的意见 跟着那个标题说 违法业主罚不怕 我是觉得罚不怕 刚才有来宾说到说 他们企业会怕 会顾虑企业形象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的原因就是 富人在一个阶级 然后穷人是在另一个阶级 他们富人感觉到也是感觉他们自己 那个阶级的人的感觉 像我们就穷人的话 他不会太在乎他们的感受 我是觉得这是自己就是身边或朋友 我们自己在社会上的感受 那我是觉得我们可能要需要一套制度 然后可能要揭发或是公布 才能够制衡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劳资的问题是因为 我们价值观真的是有点偏差 我是觉得现在去改这个价值观 不如说我们有一套非常公平正义的方法 然后来杜绝或是对待我们社会上的这些辛苦的人们 OK 谢谢你的意见 其实处长因为刚刚很多老公朋友都卡电门 听起来都很惨 这加班不给加班费的 然后也不给你休假的 所以他们赞成说就停工一天 勒令停工 我们劳工照领薪水这样可行吗 当然这些东西一定要是要有法律有规定 当你法律要不要这样制定的时候 从法理上各方面 这个还是需要做一些研究的 是 所以这个可能还要从长计议的 当然 一个法则 一个法里面那个法则 从法理上执行面 他各方面其实都要考虑 不过我想那个刚刚很多call in的 这些先生们的那个心情 我们非常的了解 因为在我老委会来讲 我们每天的email也是像这个非常的多 所以刚刚讲这些状况 我们非常的了解 那所以譬如说刚刚讲说 他这个打卡有两种 但是我们实际上检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 所以我们的检察员 现在对这样的东西怎么样去了解他真正上班的时数 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要怎么处理 当然他如果让公务员登载不时的话 那是也是触犯一些法律的规定 我们还是可以移送的 另外就是说那个加班费的问题 我们这边也要特别呼吁在我们劳基法规定 你这个每天的正常工时就是8小时再加就是最长12小时 那你再加班加班的时数一个月不能超过46小时 只要有加班这个加班费一定要给的 而且要照这个所谓的这个增加1.331.6的这个标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的劳工朋友如果有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犹豫 就是跟县市政府或是跟我们去申诉 那我们也会保护你的这个个人的基本资料 就是我们检察员去的时候不会说 今天张三来跟我申诉我就大啦啦这样去 不会的 OK 我们一定会保障他们的一个权利 其实处长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劳工鼓励劳工要去申诉 那到底基本的劳基法是什么 我们这边看一下每天工作8小时双周是84小时 那连续工作4小时应该至少休息30分钟 也就是中午可能有休息啊 那一天工作还加班不得超过12小时 可是一个月的加班呢不得超过46小时 好那每七天应有一天立降 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定 可是我们很多人在应征工作的时候呢 老板可能跟你讲 我们是责任制 所以我想问一下金副总 如果因为我很想要这个工作 你告诉你责任制 那我又不讲话 然后也没跟他签约 这下子是不是就吃快了 对我想就是说 我们刚刚也听到很多观众朋友的反应 那确实就是说 有一些工作机会其实不是很好找 包括说其实我们今年的统计 虽然说现在伺服于人 就是工作机会很多 但企业体在挑选人才上面 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那我想就是说当然 我们也知道说现在这样的问题 其实对于主管机关来讲也是很为难 包括人力的问题 包括修法也不是立即可以做的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我们当然就是以104来讲 我们长期跟这些企业主 跟劳工朋友接触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他可能有很多的层面都要去面对 那我想我还是觉得说 当然在每次五一的时候大家都会 不管是劳房职房或者是政府机关 劳工的团体都会对这个部分 来提出这个议题 那我想这个也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你们可不可以教劳工应征的时候 如果他跟你讲说我是责任制 那我们应该怎么反应 我想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 因为长期来讲就是说 如果工作机会不是那么好找的时候 我想员工真的可以去主张的机会不高 那当然我们是觉得说 我们其实也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 包括现在劳工一直抬头 那真的雇主你真的就是要留心 就是说我们真的也发觉到很多 不管中小企业跟大企业 开始有这样的改变 当然也许不是全面性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透过政府机关 或者是说很多的这些团体 能够去让雇主真的能够体会到 劳工的价值 那当然修法当然也是一个措施 那甚至于包括说是不是由教育单位 或者说由劳工团体来促进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其实刚刚劳工在说 用那个道德用那个材料去说 都没有用 他们觉得要有效的法令 那只是我们来看一下责任制 到底是谁说了算 其实在劳基法84条之一 一公监督管理人员或是责任制专业人员 如高阶职管或者是负责专案的工作人员 他可以适用这个 然后监视性或者是间歇性的工作 如监工外包 还有其他性质特殊的工作 所以我是不是请教处长 我感觉不清楚 到底哪一些是可以有责任制的 这样的定义不是让雇主自己认为说 我责任制就是责任制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要经过我们的公告 我们从85年到现在公告只有38次 只有38 就38次 那里面真正的责任制我们算了一下 大概只有13次而已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了那个 比如说刚刚那个有提到那个会计师 或者法务人员 或者是一些广告公司的一些做设计的 那个很明显就是我自己自己做 然后我负成败 那个才是真正的责任制 所以我刚刚也要回忆一点 刚刚提到说 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应征的时候 如果雇主跟你讲的一些东西 即便你签了那些规定 违反法律就是无效 所以我们这边也可能要麻烦我们的 像我们104这样 如果你在接受一些厂商跟你 提供这个就业机会 他开了一些很不平等的条件 甚至有什么限男性性女性 违反那个性贫乏就旗的东西 我们也曾经有人跟我们申诉 说这个民间人力网上 就接受了这个 根本就违反劳基法的工作条件 就不应该公告了 就不应该公告 或者说如果你们的那个求职者 有碰到这困难 回来回应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时候你们对那个厂商 也应该有有一点 当然当然 所以跟他们提醒这是违法的 OK 有连你刚刚一直要想说话 对 纵使是劳尔会指定 就公告的责任制的公使 他没有跟劳工协商公使 没有去报主管机会合备 他也不能够用责任制 没错 他就要回到劳基法的规定 没错 那这个事情 我们的雇主 不要是习惯性的违法 或不遵守 我敢跟你保证 所有大部分的意愿 都没有合这个事情 但是都叫做我是责任制 意愿都变责任制 所以我最近接到非常多的 护理人员的 护理人这次也要上街头 他们也动员不少人 今天晚报也有护理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所以说大部分的意愿 都 都把是违法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会过去也有检查过 坦白讲也有检查过 但是现在也没有改变 所以其实我今天这样讲说 包括说像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跟传商联盟 我们再推一个东西 就是在公司法里面去规定说 你被依照什么法 被罚了什么钱 必须要在上市公司的揭露的系统里面去揭露 让大家来看 看说 你是伤害股东的利益 你被罚钱的钱花出去了 你伤害股东的利益 所以你被依劳动机会被罚了多少钱 劳工会上安装被罚了多少钱 等等你被去揭露 如果我们企业真的那么爱面者的话 请你不要反对 请你不要去动员立法委员反对 那我们讲这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非规则于劳工的将会停工 决定要发工资的 劳工安全卫生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主委带了记者去劳动检查 有发生事 有发生切施就停工 停工以后 其实要不要照发 一定要照发 所以希望劳委会 给劳工一些支持 给劳工一些照顾 赶快提出这个修法 其实明天劳工团体要上街头 他们有两大诉求 其中一个诉求就是希望 每一周工作40小时 比照公务人员 第二个诉求 希望能够提高基本工资到 两万两千多一点 那到底这样是不是 真的能够执行的出来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